萌花的故事 一位国艺的女学生 名叫小云 因父母工作繁忙 疏于照顾她 因而产生心理的困扰 以为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她 剧情开始于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她与姐姐一起上学 她姐姐因烦于学校的课业 和啦啦队比赛等事 无心搭理她 校园没有去玩的吗 校园还要补习 还要练啦啦队 自己去玩吧 校园时 她向任何老师打招呼 也没有得到回应 读不下去啊 嗯 今天天气真好耶 我们要玩一戏啊 小云经过草坪 看到同学兴高采烈地在玩耍 她跟同学打招呼 可是却没有人理睬她 从此之后 小云觉得心晦意冷 更不愿意参加班上同学的游戏 觉得天地之大 无以容身 我要问她们 为什么要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呢 算了 她们已经不告诉我 为什么她们要在背后批评我 谁啊 小云小云 怎么是你啊 我不是叫你不要来的吗 我还有很多考试要准备呢 赶快回去吧 刚刚那个是你妹妹是不是 是啊 她怎么了 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哎 没有办法 平常都差一个人在家 爸妈妈工作的都很忙的 她是哪一班的啊 十二班 哦 这样子啊 老师要找时间跟她们导师谈一谈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好 谢谢老师 小云心里很难过 于是又走到花园散心 想着想着 又不禁埋怨起老师 同学 觉得没有人关心她 没有人理我 他们都不跟我玩 也没有人瞧得起我 老师上学的时候 也都不跟我打招呼 他们都不关心我 很奇怪 张姐和你脾气不错 怎么 妹妹脾气怎么差呢 大概是把妈妈在 都不常在家里面 然后是 关要关下 那你要多花时间跟她想念 好 那多陪陪她 有什么问题的话 帮她解答一下 自己的妹妹嘛 多关心她一下 好 其实你现在有过吗 能跟你谈一谈 是这样子吗 我们班有一位张菊芬 好像她妹妹在你们班上 那叫小云呢 那我是听她说小云最近很奇怪 那见的人不太搭理其他人 那好像在班上人缘不是很好 我想我会深入了解一下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谢 小云的姐姐和她的两位同学 也分别跟小云的导师说明小云最近的情况 之后 小云的导师也将她的姐姐张菊芬单独留下来 了解一下他们家里的情况 之后 导师找来了班上的同学 并且导师跟他们说 希望他们敞开心胸 接纳小云 游戏的时候 能够找小云来一起玩 并且随时把小云的情况 告知导师里 后来老师投资情形 给她戴上了一朵蛋红花 一切都即使她 只会变在身上 就能够让她成为 班上人缘阵营的同学 想与一些老师 然后开心的回去 小云来 你们导师说啊 你最近表现进步很多 要继续努力哦 谢谢老师 遇到同学心心很好 她也发现同学们 都愿意跟她一块儿玩 在各方面齐头并进之下 小云在功课方面 表现越来越突出 老师为了鼓励她优异的表现 特地在司令台上表扬她 哦 我真感谢我的红花啊 哎呀 糟糕糟糕 我的红花不见了 我领完奖立刻去找 领完奖后 小云回到队伍里 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那朵红花 可是回到教室后 却发现同学对她 还是像以往那么好 但是她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她不知道她的红花事实上 早就已经掉了 故意的告诉老师 她的红花掉了 她想 小少师 怎么办 我的红花不见了 从今天开始 同学就不跟我玩了 姐姐不会陪我上学 还有我的夜队组合也就不成了 怎么办 不是上学的 那朵红花 只是一朵普通的花而已 你现在呢 会觉得人员变好 同学们喜欢你 不是因为那朵红花的关系 只是因为你的心中变得开朗 谢谢老师 小云并非因为失去红花 而失去同学的友谊 老师的爱护 自从通过这个新节之后 小云一天比一天快乐了 原来我的表现和人缘 跟红花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本来就是嘛 今天有心机 你觉得有好的心机 去玩吧 好耶好耶 制作人aniu真佑老师 制作人廖真佑老师 虚 recrea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